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意喝没有 你说我的朋友圈里我就发现有些人也真是够狂放的 老大不小都我这岁数的男的前一阵 有个我们这个朋友圈里有个女的就生了个孩子 说然后就说喂奶的事 这是什么味 那女的也是个大方的 说你想尝尝吗 可以啊 等会 真的 拿着来 她真喝啊 挺甜的 挺甜的 再来点 我有个朋友是一个杂志总编 然后他那个挤完奶的放在他们公司啊 就办公室 那个就是那个冰箱里面 结果有同事不知道拿来兑咖啡 后来他就给他们写上 这是余总的奶 哎呀说的我的口渴了 小军军 不好意思 小军军那种 说的你都口渴了是吧 我的杯子在这里 说的我都兴奋了 来接点 哎这个咱们可以生产军军奶 然后代替这几个罐 单自个给自个打广告 对吧 现场 故撒奶妈 三人行 奶奶 三人行 三人奶奶行 也是 好 还是就是你看多关心下一代啊 就是 止咳药 哎 止咳药里含有什么成分 哎 止咳的啊 西医啊 其实只是减症状 他不给你开消炎药 所以止咳的里边 呃 好像是 我觉得有这个麻黄 有 还有一种就是像那个鸦片一样的东西 有的 我昨天在香港的超市 我就不提牌子了 我就买了一罐 我想我试试看 我然后我上网一查 居然说那还是一个是外国产的 说你整瓶喝掉 你就死掉了 说因为他量特别大 可能是嗨掉了 哎 现在香港很多这个中学生啊 就是买这个咳嗽药水 一买买一箱 对对对 他那个就 就是等于是一种服用精神药品了 净掉了嘛 对嘛 所以你说你要是这个时候 哎呀 要不母亲就是这样啊 你要是为了治疾咳嗽 你的孩子就嗨了 嗨了 嗨了宝宝 不是可能睡得更沉了 太可怕了 但是这样的心情 我们可以说说一个话题 我觉得我们这个祖国呀 因为这个浮原辽阔 是吧 社会情况复杂 以至于我你知道我作为多年的新闻人 我就发现祖国的事是永远不会解决的 你比如说有一个话题 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么关心社会的是吗 装的这么像的 按说不应该错过 但是呢 一直没机会说 但是我现在发现只要我想聊什么 我就比如说 我说我最近想聊环保了 我找个新闻去 对吧 这编辑咔咔拿十个给你选择 一年之后你还想聊雾霾啊 我找个新闻去 啪一个十个选择 就说这问题从来就没解决过 永远你可以找到 我现在想聊 这是新闻人的知性还是知不性 知性啊 你比如说从去年 我就想谈谈独跑道这个问题 今年总算 我最近突然又想谈了 我就问问我们的这个资料搜集 解决了没 我最近有什么这个新闻吗 还多得很 快按一下 果然咱们可以看看 北京丰台一个幼儿园 孩子流鼻血 家长反映 你那个独跑道 你那个塑胶跑道是不是有问题 与此同时 这几天的都是新闻 这个什么呀 还有一个哪儿流鼻血的 这个是 这个 一个小学 一个小学也是 孩子流鼻血去检查身体 你可以看看相关的这个图片 你看 北京的 实验二小白云路分校 这个家长就是 除毒操场 救救孩子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是家长就已经聚集在一起了 是吧 都成群体事件了 说是我们的孩子都给 给给给给给这跑道毒成什么样了 然后你再看 就是这种塑胶 跑道 幼儿园的啊 这是幼儿园的啊 就怀疑有问题的 因为都有味儿 你看 这家长领着孩子 排着队去检查身体 有这个流鼻血呀 头晕呐 咳嗽 一军就症状 我觉得症状跟我有点像 你看 头晕咳嗽 然后这个夜里咳嗽更重 眼芝麻糊啊 这个很多这种症状 皮肤敏感 你再看下边 身上长疙瘩 皮肤敏感 我们看还有没有 你看 所以我说你永远可以找得到 2014年以来 各地爆发问题 跑道事件 学校不完全统计 神州大地啊 独跑道啊 到处 无处不在 你看 又现独跑道 北京一小学 多名学生同天流鼻血 成都小学 现独跑道 学生出现流鼻血 沈阳一小学 多名学生 现不适症状 疑似塑胶操场 惹祸 哎呦 我觉得 没有 我觉得刚看的那些新闻 还缺了吗 缺了什么 最重要的一片 是什么 就是你不是有一张图吗 地图吗 2014年之后发生的 独跑道的学校 问题是隔了两年 现在呢 现在那些学校怎么样 这样要跟进那个新闻 才真的是重要的 可能你说 2014年发生那些 独跑道事件的学校 到今天一样 可是你知道吗 最早爆出来 是2004年 我看到了资料 就是200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新华社就发了一篇文章 就说我们现在这个塑胶跑道 是没有 就非常严格的检验标准 可能会有问题 都几年了 12年了 然后还有一个 为什么现在 就是这么多呢 后来是因为什么呢 现在就是说有一个叫做全国义务教育 什么均衡线的一个什么评比标准 就是所有的学校要评价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里面呢 有一个跑道 有这个操场是个硬标准 硬性规定 你必须要有 所以大家都去搞这个跑道 然后所以也就来了问题 而且还有的 你说过了12年 现在争论的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独跑道 应该达到的这个卫生质量吧 是吧 检测标准吧 有俩国家标准 但是呢 这俩标准 现在还没有变成强制性的标准 而且它这个标准是只是 那个实验室环境 它不是包括你在室外 咱们很多人去检嘛 他就说 我们拿到的这个标准 只是检验 它在实验室 在室内怎么挥发 但你在外面的时候 日吹雨淋的时候 他说这个我们是没法检验 不知道该拿什么标准去检验 这个 他这种东西叫一种叫锯什么纸啊 就单纯这种 本身这个跑道 塑胶跑道的这个东西啊 他据说并没有毒 但是毒呢 是你按照塑胶跑道的时候 上面放一些那个塑胶的溶剂 对 有溶剂 胶水 本呢 本族的这个很多东西 甚至有些说都有可能会招致白血病啊 这个里面的 绝育 还有 就男孩子 塑化剂嘛 就说如果是男孩子长期接触 可能会不育 我看 你这下一代 下下一代都没了 我看见一专家说的才逗呢 他说这个塑胶跑道啊 如果说呢 你趴在那鼻子贴着能闻到一些轻微的味道 这个呢 可能还没什么事 然后呢 如果你站着还能闻到这个味道呢 那是不正常 那如果说你在校园里都闻到这个味道 那是肯定有问题 不用剪 我是咱们这老中医 老中医忘文问歉 废话 没有 这就是重点嘛 假如从2004年出现种种种的情况跟讨论的 里面就牵挟到 没有标准吗 你说有两个标准 那要不要强制执行 哎 这样这么多年难道不能去把它定立一个法规出来了吗 就像让事情不断这样发生 而现在这样出了状况之后 怎么办 有没有去调查 我举例子 香港牵水问题 香港前一阵子发现很多地方 那个水管啊 不好 发现那水都有牵 小孩啊 什么 喝了会有问题 刚出来也是吵成一团啊 甚至有一些议员啊 很没良心 可能他随便讲了 就说哎 真的是 小孩有问题 因为喝了那个水吗 会不会小孩吃了太多的皮蛋 皮蛋里面有有签嘛等等 可是后来马上就成立专家团团去做调查 现在报告出来了 好像多少页 八百多页还是六百多页的报告 然后来有报告都算了 还要经过法院的去去去审 根据那个报告 可能再去开那个听证会等等 我觉得年后再来修法 那假如独跑到这个情况呢 我就好奇啊 从2004年新闻出来到今天 12年啊 假如像我们有多少的小孩变成娘娘腔了 变成生病的小孩 所以我多聪明啊 还没来得及检查绝育的问题 对是吧 我都求你 既然要求人家剩两个了已经 我从小就不喜欢跑步了 老师叫我去跑步我都不跑 我就遇见了问题 我那个领导也可能更喜欢 人家说现在什么修改业 作业本上的塑料封皮 什么桌子椅子 这些里面可能都有 你不要以为你不跑步就躲得过 对啊 都是塑料的 我跟你讲 其实就像文涛说的 这些问题如果是能够有一个 像你刚才说的这种途径 你能够解决我们现在做新闻 就没有那么多资料可以谈了 你不觉得我们国家 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说一个方面 你觉得所有的事情 其实政府都管着 从你生几个小孩 到你什么你新婚之业 要抄什么东西 所有的事情他都有人管 但真正出了一件事情 他各个环节的人又不管 比如说他这个事情 那个学校说我们也管不了 我们不能去检查 对吧 教育厅说这个是学校叫什么 自仇自荐项目 我也不懂啊 就是他们自己找人来包工 我也不知道 那建筑商说我承包出去了 我又不能自己去查 人家拿了一个假样本过来 我也没办法说他 对不对 那个环保部门说 我们也没办法查 因为这个没有特别严格的 这个标准 那推来推去 你就发现这一出事情 没有任何人管 甚至这个还有的学校的说 说让我们装这个塑胶跑道 但是都是教委告诉我们 找哪个厂家 给我们推荐 我们装 那么他们是怎么个关系 我们也弄不清楚 你说 咱们先去叫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当年中国古代人 不是有句话 叫国之大事 在肆与荣吗 就说这国家两件大事 就是祭祀和战争 是吧 后来有人说 这个春晚 为什么办的不轻松了 因为后来也承担了 这个每年春之祭的 这么一个功能 祭祀 但我的问题是祭谁呢 为谁祭呢 但是不是说这个 我现在觉得 我在美国上次去 有一个司机跟我讲了一些事 让我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 就是还有一句话叫 国之大事 在下一代 我现在发现 就是他跟我讲的 美国的一些事情 让我觉得这个国家 就把跟孩子有关的事情 真的是放在头等大事 绝对原则 没有商量 比如说校车是这个国家最结实的车 坦克甚至都撞不坏 他要达到这个标准 也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毒跑道 像你说的什么2004年 我有时候觉得 一方面咱们是个一夜情的民族 对什么事 你发现没有 出去生情 不行了 我问你几个 东方之星 你记得长江上那个轮船吗 对 东方之星这个轮船 最后处理结果怎么样了 你知道吗 天津港这个大爆炸 最后处理了谁了 也许有报道 但是你看没那么大人关心了 对吧 多少个这个事情在当时 包括现在这个雷洋这个事情 是吧 也得是一些有良知的媒体工作者 问的 问的 对吧 很快你要拖过去了 就 也许还在处理 但是没有人在聊它了 能不能聊 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跟一些内地的媒体朋友 我也是提出这个 怎么后来没有事了 没有下文了 他们还说 你香港人不懂 报告都出来了 都已经有调查报告了 我说 可是我们能看得到吗 那怎么可以给你们看呢 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 就是说 你出来 他还是有按照 所谓的程序去调查 有报告出来 可是 不那么容易去谈 所以你很难怪说 因为大家好像一货风 关心之后 也不关心了 不是 没有途径 给一般人去关心 找不到 看不到 那可能还是会有做一些事情 那做得够不够 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另外 说到底了 那种种种的天灾也好 什么人祸也好 里面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们就知道 有些底线是不会做的 我怎么说呢 因为我最近特别关心打Bulletops 整形的问题 OK 是吗 打 那些的问题 你啊 年纪到 要关心而已 关心 我就觉得你脸 有点偏 这边怎么大了 怪不得今天不肯跟我换做 是吗 没有 这个是 这个需要澄清的 这个需要澄清的 这个就是说 我要准备去观察的理由 这个是因为我牙齿拔掉 牙齿 我还没这么解释 我是怕疼 一直没有 然后呢 最近香港发生新闻 几个香港女士 跑去内地 去打尿针 干嘛跑去内地的 可能便宜吧 或者方便便宜 中了毒 然后蛮严重的 然后呢 香港有电视台去内地 很容易啊 就一出火车站 一出地铁站 然后就被人家可以带去那些美容院 最好玩是说 他们要偷拍嘛 是说告诉你 我这个你们内地叫什么 Botox 叫做泼尿酸 泼尿酸 反正种种的打进去了 他告诉你 很清楚告诉你 这是高仿的啊 高仿的便宜啊 你要就要 不要就不要 然后问你 里面是什么成分 他说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就便宜嘛 然后真的是五千块 可能打一针 这个是五百块 那你自己选择 那重点在于说 你看到整个产业 没有人 守住最后一个底线 不管你多便宜 有些东西你打进去 是不能有高仿 这样概念 对吧 你手表可以高仿 带包包可以高仿 你等多便宜 便宜比较不好看嘛 你可是打进去的健康的东西 不能高仿 可是大家没有关系啊 我就这样做嘛 只要便宜就好 你知道这个塑胶跑道 我后来看了一些报道啊 也有这个问题 哎 我你说怎么 咱们中国的很多人 他就永远闹不清 就说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呢 这是哎 同样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每平米 这个这个塑胶跑道达标的 应该是几几平 后来说降到了 是120还是多少 对啊 这个你比如说 本来是400块钱一平米 有人就是说 我这个厂价 我给你100块钱一平米 于是他只能压缩成本呢 对 他这个东西就有毒了吗 而且就是原来一些相对 他比较优质的 没有毒的 被你就给挤出了这个市场了 太对了 就是 我就我就在塑胶跑道这个问题上 又一次发现了 就是裂币 驱逐良币啊 对吗 为什么我们节目日益 这个边缘化 对吗 那些不认真做节目的东西们 他们 把我们就赶到哪里 你的节目是免费收看的 没有价格竞争的问题 哪有 我们节目这么多年来都是良币 把人家驱逐了 我们最强的 不是 这是真的 我现在就是 为什么我现在又要反悔头来讲 这个蔡延培先生讲 就说你一个民族啊 其实你要提升你的品位 你不讲究 你就会让劣币驱逐良币 比如说我宁愿不买 我不会买那个特烂的东西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人神精致 我非常挑剔 你啊 你哪怕是个马桶盖 我跟你说 你一毫微米的误差 我咱就讲究人 但是我又发现 他很多人 他不在乎这个 不在乎你知道吗 同样两个工匠 我认认真真的 花了那么多时间 做一个东西 和他很随便的仿一个 您这买家都能接受的话 认真干活的人就被驱逐了 一定会有 因为有句话说 什么沙头的生意有人做 赔本的生意没人做 意思是说 便宜的东西再怎么烂 还是会有人要 我的重点在于说 有个底线 你知道有些东西 你不能用便宜这个角度去判断 就等于是说 那些跑道 不管从什么什么 五百降到一百 你作为学校的部门 你知道那个东西 坦白讲你都知道 不仅是因为他看起来比较丑 你难道自己闻不到的吗 可是他没有这条底线 他不熟 他讲究是对自己讲究 你自己用啥你都讲究 有的人可能觉得 我小孩不在那 但问题是当你看到这个地图 这么多学校的时候 你的孩子或者你认识的某个孩子 能幸免吗 而且我现在觉得 有个词是不是应该叫官僚主义 就是过去卡夫卡 包括前苏联都在谈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 也许一个政府办事 他需要一定的程序 可是要照我感觉 说当年这个行义权利 有一句口诀 叫做御敌好似火烧身 我认为有些个问题 那是你政府应该排在一切之前的 对吗 孩子都要给堵死了 你还开什么会 你这一切会都得停下来 我估计要是我不知道了 你要比如说一个 一个把孩子放在头等地位的一个城市 这个市长 如果是真怀疑 有这么多的学校幼儿园 独跑道会独孩子 得了白血病 这孩子永生永世 那你还 就像萨特说的 孩子都快饿死了 文学有什么用 胡施说 胡施说 当时是父权社会 所以胡施这样说 他说看一个文明怎么样 就看他怎么对待女人跟孩子 因为当时女人比较弱 现在把这样排除 一个文明的程度怎么样 要看他怎么样对待小孩 对 可是你知道我们上一次 不是有讲过这个长洲的 就是那个外院下面 有独土地 后来没过多久 也是在江苏 一个叫海什么县 又出现也是一个独土地 一波一波太多了 大家就变得麻木了 其实应该说是鲁迅说的 国人的麻木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 对 就是我现在就有时候觉得 就是你就忙着推卸责任 你知道吗 这是塑料跑道是谁定的 到底检查结果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是有嫌疑 那你第一件事情就是 孩子根本就要停课了 不能在这 有怀疑都不能让孩子 生活在这种怀疑的遗云里 然后你该怎么处理 再怎么处理 但你这个就会引起 就不稳定 但是什么是更大的稳定 更长久的稳定 是你得解决了问题 才是更长久的 甚至是不是说 全国用这种塑胶跑道的 如果像刚才咱们罗列的 这么多怀疑有问题的 你必须马上让他们铲了 还是孩子们都别 先别在这上课 你不着急 是吗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一些家长 对孩子的自私 那不叫自私 为什么送到国外去 你没条件 你只能在这 对吧 你有条件 那当然到更好的地方去了 对 我想君君喝完了 再给他咳两口 咳两口 不是要和你在谈 不要误会 没你气的都要 什么气的 荣誉 没有 这就是好多年前 我们讲到移民问题 我讲了一句话 当然也被非常多的人骂 要说为什么给小孩移民 给他做一个好人的机会 要说给他一个安全生活的机会 其他的我留在街里 我做坏人也好 无赖的做坏蛋 或者说生活不安全 没关系 我来扛 往外跑 给你一个不用说谎 不用受委屈 不用受羞辱 不用受安全威胁的机会 小孩你出去 我碰到好多 我这个年龄的朋友 都是这种心态 赶快移民 赶快把小孩移民 当然这是不好的 我们应该贡献一下社会 那就回来 对 就是呼吸着这个毒跑道 是吧 大家一起呼吸 就把那个毒分吸薄了 吸薄的没有那么毒 特别是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你是在香港 或者在其他地方 你给孩子要去教育他 你教育他要学好中文 要怎么怎么样 是我们都在这样做 但是你很担心将来说 他要看到一些新闻 这样的新闻 你教他 就怎么样来正确的认识这个国家 对吧 你怎么样告诉他 这个是你值得爱的一个国家 我觉得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里面 如果不包含人身安全 小孩子的安全等等 你怎么叫人家去爱得起来 而且真的 我觉得 我现在就有点觉得 咱们这个社会 时代的发展 是不是都变得越来越自私了 包括一代一代的人 你看过去古代人 老是想着为子孙 谋的留点什么 打算点什么 但是我现在有时候假想 我们的下一代乃至下几代 他们当中的有识之士 如果将来写历史的时候 写到咱们今时今刻的这代人 会不会觉得咱们太孙子了 就是说太自私了吧 你们把环境都污染了 把能挖的坟全挖了 把能开发的全开发了 给我们留下个什么东西 看谁来写了 这历史很好玩 因为我来写的话 我觉得也蛮多正面的可以写的 比如说 因为我经常跟一些香港的朋友说 他们当然都看到都是很不好的 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说是啊 我完全同意 可是我们看到 我有时候在那地方 看到每个领域 不管是环保的教育的 各方面的领域 都有一些人 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面 第一个守住底线 我知道这些不能做的 第二个付出代价跟风险和冒险 去替自己争取 替别人争取 我就跟我香港的朋友说 坦白讲我就不敢 我说我们在香港 当然可以唱高调 让环境比较相对 容许你去这样做 风险比较低 我说在这个风险 高的环境上面 要这样做不简单 要需要很大的勇气跟智慧 我说我们就看到 好多内地一群一群的朋友 在不同的领域这样做 大声疾呼 或说是 很凉强 或说很低调的 做了很踏实的事 他不是去敞 去卖一卖 独跑道发财 我觉得那些人 我觉得就写出光明面 好